承认出轨的女明星宋丹丹说因为寂寞 而她承认劈腿陈小春 不知从何开始 谈恋爱成了内与不可说的内容 不管是流量小生 还是当红小花 恋爱成了粉丝眼里的雷区 明星们为了保持自己的事业更是谈情色变 例如演员杨阳 出道至今 绯闻女友从李庆 宋倩到乔星 王楚然 任凭网友寻遍蛛丝马迹 狗仔拍到约会实锤 人家依然吻如老狗 死不承认 此情此景 不禁回忆起来二十年前的内语 演员歌手还是活人的年代 何止承认恋情 连出轨他们也能拿出来当住摄影金 坦诚坦白 宋丹丹我当时真的太孤单了 我需要爱 从家喻户晓的小品演员 到如今的话题女王 宋丹丹留下过许多喜庆又伶俐的迎评形象 她陪伴了八十九十人的成长 内与掌红的女演员之一 她在采访中坦承自己出轨时 已经和前夫英达维持了将近十年的婚姻生活 英达是一位著名的演员和导演 她指导的《我爱我家》直到现在 仍然是我国情景喜剧界 难以越的一座高山 虽然在艺术上很有造诣 但在家庭生活上 英达却算不得一个好丈夫 她出身于大家族 网上算几代都是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也正因如此 英达习惯了大少爷一般的生活 她对家务琐事一概不理 甚至是儿子生病 都是宋丹丹一个人送医院 又因为两个人的职业关系 工作都比较忙 聚少离多 所以关系也就越来越冷淡 当时英达疑似有了外遇 和良欢的绯闻已经满天飞 宋丹丹很痛苦 她曾提出离婚 却被英达的家人坚决反对 在情感上极度空虚的宋丹丹忍无可忍 如果你不肯离婚 我也找个人出轨 与新男友在一起后 她很快打电话告诉英达这个事实 英达很爽快地同意了离婚 据说当时办好离婚手续后 宋丹丹送英达回家 英达不小心把呼吸落在了宋丹丹的车上 这时宋丹丹看到了良欢的留言 事情办妥了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 原来英达早就有了别人 离婚后一个月 英达就和良欢结婚了 当时看似理亏的是宋丹丹 最终痛苦的也是她 在多年后的一个访谈里 宋丹丹说 女人最可怜的是35岁左右 我当时刚和前夫离婚 我觉得没有人再愿意要我了 哪怕是个存车的老头都不会要我 我甚至想 如果有一个人肯陪住我和我的孩子 哪怕我把我所有的钱给他都可以 丁嘉丽 我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如今已经61岁的丁嘉丽 曾在荧幕前塑造了众多的经典形象 因此而获得了无数的奖项 其中就包括夺下的六个影后 也被国家评为优秀演员 只是很少人知道的是 人前光鲜亮丽的她 在台下却是一个命运悲苦的女人 2009年 丁嘉丽曾在一次活动演讲中 大胆地说出了自己过往的经历 1986年 她拿下人生第一座金鸡奖 穿上了人生第一套婚纱 她嫁给了同样是演员的胡广川 两人在工作中产生感情 由于丈夫常年在外拍戏 两人聚少离多 某次因为丈夫出差 丁嘉丽不甘寂寞出轨了有妇之妇 还有了对方的孩子 但对方却不认账 所以她只能选择偷偷堕胎 不久后 丁嘉丽再次怀孕 就在她准备为丈夫生下孩子的时候 丈夫居然知道了她婚内出轨的事情 并且对她进行报复 1987年 丁嘉丽在医院准备上手术台生产时 丈夫给她打来电话 说丁嘉丽 我告诉你 我跟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女人好上了 我们特别的幸福 听到这话 丁嘉丽内心很崩溃 对丈夫哀求道 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好吗 可丈夫却绝情地回答说 对 我告诉你 我就要报复你 生完女儿 一个月后 丁嘉丽和丈夫胡广川离婚了 李芷山自爆 在有男友时劈腿陈小春 曾被香港媒体称作 男神收割机的李芷山前男友里 包括了梁家辉和郑一剑 在和郑一剑分手 她遇到了同样是TVB演员的邵传勇 低调地交往了整整八年 在这期间 邵传勇曾遭受过车祸 近乎瘫痪 李芷山不离不弃 一直陪在他身边 悉心照顾 可惜 共患难不一定能够共余生 二人最终分手收场 其实 在这段感情里 李芷山一直心存愧疚 多年后 李芷山自爆 曾短暂出轨过 那时的陈小春 还不是山鸡哥 而是烽火海的一员 那时候的陈小春 还是烽火海的一员 还没有现在这么出名 在林一连的演唱会上 李芷山认识了陈小春 瞬间被她帅气地打扮所吸引 不知不觉中 两人发生了关系 后来 两人因性格差异 结束了这段一段 不为人知的恋情 说了这么多 其实感情的事情 说到底都是冷暖自如 人生在世 熟能无过 但以上这些女明星 能做到如此坦诚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过往经历 也是令人钦佩的